來吧 底色是幫它調了一個 比較襯膚色的顏色 它是有點冷脆棕色 什麼是冷脆棕 其實它裡面我們加了很多 比方說紫 藍 這些顏色主要是能修正 跟我們皮膚化 我今天的眼睛的顏色 跟眼影的顏色的搭配 兩個原則 一個如果你要讓自己 比較有這種低調的優雅 像剛才小魚一樣 你就可以選擇 跟你的鏡片的顏色 呈現同色調的莫蘭迪漸層 你看它同一個 有 哪一個 溫暖 這個很溫暖 比較像咖啡 比較像糖的大地 對 比較咖啡 然後這個你會覺得它有點像 蒸果加牛奶 蚵仔牛奶 蚵仔加牛奶 對 蚵仔 蚵仔 歡迎觀眾今天的女人 我知道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流行色 你需要什麼色呢 今天報名的同學 有不同的髮色 膚色 然後眼型 臉型 還有個性 就要請教老師了 我們用對色了嗎 Ryan老師 大家好 Kevin老師 大家好 我是Kevin 對 還有我們頒獎大飛 對啊 我們大飛 我第一次 你剛剛不是愛的嘴型嗎 對 我第一次看到你頭髮這麼正常的顏色 我特別為了你 弄這個 噗嘴嘴嘴的顏色 你想到 你變正常了 對 因為最近發現 夏天到了 然後很長的時間 我們外景要自己打理造型 我就發現 我就不想要留那麼長 然後把它剪短 而且我其實本身是很喜歡 怪異顏色的 很喜歡Puittara的樣子 結果呢 結果因為 只要看到我正常顏色的時候 就是代表我在拍戲 對 因為我只要一拍完戲 我就開始弄 會忍不住 那適合它嗎 髮色對了嗎 它真的不適合 怪怪的 太一般的東西 對不對 我比較欣賞它怪異頭髮 是啊 因為這樣就 很怒人 會不會 會不會是跟長相有感覺 現在不說 現在拍戲 就是要找你去演 就要演有沒有壞壞的 對 好 那女生在演影方面 我們今天要怎麼入手 因為現在你看 再來就7月了 農曆7月了對不對 夏天 對啊 要一些鬼的造型 嚇死人了 就是不想要太 就安於就是安全色 對 所以我就去染了一個頭髮 叫 剉冰色 薄荷剉冰色 這還不是髮型師的畫術 新美姐 妳真的是女大 你看18年了 18年了 妳一定要弄一個 我跟你講厲害的顏色 我說好 妳會不會怕熱 我說我超級怕熱 今年最流行的剉冰色 我就說好好 我是一個就是老師說什麼 我就說好好 試看看 如果我頭髮條件可以的話 他就幫我弄這個剉冰色 還可以嗎 老師 我覺得滿好 而且看起來 已經在降溫的感覺 對 是真的 好 視覺上 眼影我總不能配這個吧 我還真不知道我眼影要怎麼配 眉毛是不是要畫這種 剉冰眉 剉冰眉 其實這整個 當妳的髮色變淡 其實當妳的原本的 身上的東西變淡 其實臉上的顏色就不宜過重 我們說這個叫做眩芽 眩芽髮则 你會發現眩芽 就是韓國那個妝都很爽 對 明白 它反而會用剪色 所以剪髮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都說 除了大地色調之外 你可以用大地色調去衍生 很像大地色調的灰 很像大地色調的紫 很像大地色調的藍 好難 很難對不對 對 聽不懂 對啊 就來看一下 對 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年下半年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流行就是韓劇 還是很紅對不對 前一陣子的 這個夫妻的世界裡面的 韓素希 她的眼妝 她怎麼樣都美 對啊 人美 隨便畫都美 我長成她這樣 我不化妝也美 對啊 這個歷史 所以當然是這樣 大人都說我醜人多作怪 我不是要作怪 我不美 所以就要作怪 對 就要有特色 可是韓素希你會看到 就是她的眼妝走的是一種 反其道而行 以前都覺得小三應該要厭 對 應該要強勢 對 但是她的眼妝的顏色 卻是溫柔的 無害 對 帶一點點玫瑰色調的大地色 讓她覺得就是說 這種女生你要說她是壞人 誰姓 不可忍心 一定是那個男人的錯 對 對 就是鄭公會跟小三一起罵 那個男人的那種感覺 對 或者是最近很紅的 雖然是神經病 但也沒關係 裡面的徐瑞茲 你知道嗎 170公分只有43公斤 好瘦的 你知道據說 她的腰只有21吋 她腰只有21吋 好逼人 除此之外 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歡 她這部戲裡面的造型 從她的頭髮 她的服裝 以及她那個小件的濃妝 艷抹在韓劇當中 對 有沒有發現她很喜歡用煙燻妝 因為那個角色的設定的關係 所以在這個戲裡面 她很喜歡搭配煙燻妝 從橘色調的煙燻妝 珊瑚色調的煙燻妝 而你還會看到 她有大量的亮片 在她的眼睛上 不管是上眼皮或者是下眼底 她在那種簽書會的時候 你會看到 那個眼睛充滿星星般 啪痴啪痴的 所以不管你是溫柔婉約派的 或者是表現派的 在今年你都可以大膽的放一些 從基本的大地色調去衍生 除了大眼睛 你會說他們都有大眼睛 對啊 小眼睛 小眼睛 你知道嗎 那沒話講 對 禮泰院class裡面的 她就是屬於 大眼睛中的 小眼睛 單眼皮 大丹 大丹就跟桃子姐一樣 桃子一樣 大丹 對 桃子姐也是大丹 你不是說我是小丹呢 有一個金高銀 永遠君主裡面金高銀 她就是小丹 你會發現他們的眼妝 也都是用 除了大地色調之後 他們一定會加一點點 想要讓自己有一點點氣色的 不管是從蜜桃色 橘色 珊瑚色 這樣子加一點點顏色上去 那髮色呢 Rian老師 好的 髮色的話 其實今年就是走 像Jenny 像Black King裡面那種 我看超然紅衣的 她現在有一個這種 壯色的那種輪廓 邊邊很淺 然後後面來個大黑 就是正 就是非常極大的對比 對 這幾個都是 然後像其實這樣子的顏色 是從歐美開始 很多的部落客 很多的那種 就是玩音樂的 他們顏色先做成這樣子的感覺 可是最早他們其實是 比方說後面是深咖 前面是淺咖 沒有到落差這麼大 對 然後之後到韓國 他們就開始玩顏色 可以玩很大的顏色的配色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流行的元素 再來另外一個是 也是韓國非常流行 下半年一定要染的是Baby Brown 就是有一點是 而嬰兒的棕色 看起來又特別顯得 好會取名字 比較明顯是不是 嬰兒怎麼聽起來 對 現場只有你強項 你嬰兒的棕色 我滿常看到 但是比較美 就是好像是新生兒 然後你會有那種粉嫩感的棕 對 又沒有像之前 小三的菊那麼爽 那是混血兒才會有這個棕吧 對 你這個天生髮色 其實有這種冷色的感覺 怎麼聽起來比較蠻可憐的 不是 就是亞洲寶寶比較不熟悉 而且這個其實滿適合東方的 就是大家膚色不要太黑 你染都不太會出問題 很溫柔 溫柔的看起來會比較無害 那再接下來 比方說紫色這種冷色調 進入到奶霜色 就是顏色上面萌上一層紗 然後看起來沒有這麼的壓迫感 比方說以往的紙都會覺得好重 可是這樣子的顏色比較沒有帶灰 可是看起來比較霧 霧明 所以讓人家覺得你染紙 可是不會有侵略性 所以基本上下半年 大家可以去走這幾個色調 你看是不是 我講的眼影也是有辦法 都是大地色調裡面加一點點顏色 對 好 不過這個紫色網看過Lidia 有染過嗎 對 我也是滿愛在頭髮上做文章的 我再看一下 分享 就是我先講髮型好了 因為我好像已經長髮一陣子 但其實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是有嘗試過很短的短髮 所以大家以為妳是人妖 那個應該是以為後台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個性 真的就是比較Man 然後長得也比較男性一點 然後就會很多人建議我說 妳乾脆就是要剪短 比較適合我的個性 就是那時候跟乃哥組織節目的時候 這個起碼10年 那不是假髮 不是 是真髮 因為我頭髮很多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 因為我的臉又長 他們就覺得要剪個瀏海感覺 看起來臉就會比較短 但其實我那時候很痛苦 因為我就是因為個性很男生 短髮其實更難整理 而且胸部把它擠成那麼高 我跟妳講真的 妳這樣不要呼吸嗎 那之後回家 就是風箱膠袋拆掉這邊都破皮的 因為沒辦法好像糖太過分了 我要跟他要有對稱 妳跟他有對稱 還是有對比 就是希望是對稱 結果都是對比 對 他又白我又黑 反正anyway頭髮那時候 就是我覺得 我高興因為Man 然後又剪了短髮會更Man 所以我就覺得算了不行 我就是要留長髮 所以後來就把頭髮留長 我覺得反而會有矯正的效果 就是我頭髮現在比較長 我要有女人味一點 那開始染頭髮是我生完小孩之後 因為可能年輕的時候 我都覺得髮質很重要 就是不可以隨便染就會被破壞 生完以後我就覺得 我現在不染等什麼時候呢 我都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了 我要抓住青春 對 我就有一個忘記 忘記哪一個 我忘記 以後小孩會看這一段 我忘記哪一個 忘記哪一個 孩子有生氣 好恐怖 所以覺得要抓住青春的尾巴 所以我就想說 不管了 我只是漂 因為我頭髮又粗又黑 所以我一漂 真的要漂 我記得我漂了兩次 兩次去髮廊 漂了七次 才漂掉那個顏色 但是我就很喜歡 因為你就可以 因為漂完的頭髮 很容易做不同的顏色 做不同的顏色 對 像這種比較亞麻色 然後淺紫色 好玩的是越洗它 就是顏色會越不一樣 會變來變去 或者是比較金色一點 你就會覺得 Baby brown 是嗎 是BB brown這樣子 對 可是你就會有困擾 因為就是漂過 然後就是會一直斷 然後我頭髮 髮質又不是那麼好 對 因為這個是每個人 如果是長期在漂染 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第一個 斷髮 代理是你斷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去整理它 對 這個是 等一下可以來幫你做一個 教你怎麼樣如何在斷髮的時候 夾一個好看的型 而且像你的膚色 其實是非常能駕馭這種淺色的 我覺得 是滿時尚的 而且很多人 我覺得真的 真的時尚 而且在退色的過程 所以它不是它髮色 是它的膚色是 Baby brown 對 通常是反向操作 妳是推色是包錯的地方的吧 OK 加Baby兩個是 通常女生都會滿開心的 對 OK 來 接著下來是Baby body Baby body 對 One five five 皮子生長了 One five five 這妳呢 對 這是什麼 這本人也 這差太多了 這真的是我 你好怪喔 沒有 因為其實我的本人 看起來就是一個好像乖乖 然後甜美可愛 對 就像Baby這樣子 可是私底下我是喜歡有個性的 但因為工作關係 我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一直保持這個樣子 所以我喜歡去做造型 很厲害 就是其實我的眼妝 基本上都是Kevin老師剛剛說 那種就是基本大地色系 然後帶點珊瑚 橘 紅 就只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太會畫煙燻妝 因為我覺得我不適合 我只要畫煙燻妝 就會變得很俗艷 我整個就不對 一大眼睛的女生 很俗艷 很俗艷 俗艷 很對有這麼科技化的名詞 重順 可以貼在牆壁上這樣子 對 所以我基本上 比較會避開煙燻妝 然後加上我大小眼 就是一個比較遠 一個比較長 大飛比較明顯 超嚴重的 有 非常明顯 你知道我們大小眼界 有很多人 誰 我 曾子儀 然後我們的大哥是誰 你知道嗎 余文樂 余文樂也大概 然後大哥界還有一個孔劉 孔劉眼就知道了 你們一眼在紅色 我們還有個最大的事 王力宏也是 你看王力宏 我們還有一個最大的師傅 你知道誰 沈玉琳 為什麼 你把沈玉琳 不要用漁文的 還有一個類型的 那個卻好像不對吧 對 然後反而我還要繼續講 就是接下來 這兩個其實是有點模仿 炫雅和白皮膚的麗塞 接下來我還有一個小秘密 因為我的眼妝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變 真的就是大地色系眼影 我也沒有別的眼影色系這樣子 我還有一個小秘密 就是我會用隱形眼鏡 去變換我的妝容 讓它看起來可能再酷一點 或是再柔和一點 在這邊我有帶來 我都會買很多顏色 基本上只要是 直徑 小的都可以用 直徑 就像 大家不是都喜歡大的嗎 我不能帶放大 因為我的眼白其實沒有 你已經沒有空間了 如果我再放大片 我會變外星人 他也很講究 尤其是常常把照片 放到這種Instagram上面的名稱 就會很明顯 我今天是灰藍色 衛生罩 衛生罩主 謝謝 這樣揉 怎麼樣 這樣什麼東西 妳說說看 你看媽媽都會摺好 對 媽媽真的是 謝謝 記得你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對 怎麼會這樣 真的 是兩個 這樣看得出來嗎 你看你這個大小不會差 所以你會故意挑 感覺很痛 故意挑 因為他剛剛戴上去 所以有點從 給他一點時間適應 就是我會挑顏色飽和度 因為還加上我眼珠是滿黑的 原本原生眼珠很黑 所以 如果色系不夠飽和的話 會被我原本的顏色吃掉 但如果不兩個眼睛比較的話 其實不會很明顯 我可以拆我的給你們看 因為我就是眼珠很小的人 然後我又不戴 這麼突然 好煩喔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戴我就是跟他的訴求 是不同的 妳懂嗎 我就是要戴 因為我的眼白很多 妳差好多 對 我如果不戴大的 我就會看起來很兇 有嗎 妳可能會看起來像男生 就是這個原因 對 所以我反而戴 我就要找直徑搶 對 妳要大一點的 妳真的是很不得了 妳沒有帶感覺是那種兇狠的將軍 對 就會看起來很兇 兇狠的將軍嗎 對 他很嚴厲的感覺 妳是有度數 我也沒有 這邊可以 可以 這是乾淨的 明白 再來我們來看看 來 我們的新同學 你好 新同學 聽說他都會被人家誤會 他在生氣 我是單臉的 真的 你小時候就真的長得很派 真的 好派 在生氣氣 前面在聽兩位姐姐講什麼 三白眼來看看 小時候就這麼三白了 小時候我會 其實從小到大一直都是 會被別人誤會說 妳是不是在哭 或是妳剛剛哭完 不高興 妳心情不好是不是 對 可是我覺得我的眼睛 就是很適合畫各種不同的妝容 就是彩妝師很喜歡的那種 它就是一個畫布 這是同學的作品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是時裝週的作品 妳是有得罪同學嗎 沒有 沒有 妳知道嗎 小偉時裝週的模特兒 大概百分之90以上都是單眼皮 可是玉璇的單好像不是那種 像老師妳剛剛講那個 金多美 大單 她不是 她不是 她是小單 她比較像金膏鷹 還是金膏鷹 對 她是內雙 她是內雙 真的 就是常夾睫毛的時候 會夾到眼皮 夾出來的嗎 所以是長久下來 就眼皮被 這是我 我懂 是 你看鏡頭 就是很多這樣子眼睛的女孩 她好不容易夾完了 刷好了 可是她眼睛一張開 就全部進去了 她又包進去了 她被壓 壓下 壓眼 她可能小時候比較單 現在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折子跑出來 像好期待老師 改造的作品 我好像幫你怎麼弄 好 大飛換你了 大小眼代表 我這是一個髮型書 好不好 各位等一下 就要看到一個 是一個髮型書的概念 OK 諧星裡面 髮型大叔 對 大型大叔 諧星裡面我算是一個 很好看 非常換髮型的人 很好看 你為什麼在最醜的時候 才來我們節目 其實我 這多好看 你照片很帥 對不對 你看 從這個是早期一開始 這個是我那時候拍 聽見下雨的聲音的時候 聽見下雨的聲音 他們那時候就是一個造型 他們是要 因為我是玩樂團的一個 貝斯手 所以我的造型都很誇張 我們整團造型都很誇張 那時候這個範本是誰 你知道嗎 誰 BIG BANG的TOP 原來講可能 不會 大家來一點反應 剛剛那個 不是太舒服 就講韓團就好 對 然後我發現這個造型拍戲 非常非常麻煩 因為它染完之後 它會一直退 對 你退它就一直補染 然後一直補染 你頭髮就 我拍到後面的頭髮剩下這樣 斷掉了 走 全部斷光了 走 對 然後就是越拍越短 越拍越短 都根本不聯繫了 對 我們就照拍 顏色也不聯繫 然後接下來你看 這個我就是眼不漂亮 這個也很好看 很好看 很有質感 有質感 恐流也就很好看 這個很難 不要再拉別人下來 真的 然後灰色完之後 這個就紫色 你好看 對啊 你看紫色 這個是全部漂掉顏色 我就是把它全部回歸到 最原始的顏色 就長成這樣 然後再下來就是我 因為一直漂 它那個頭髮會很傷 對 而且我洗頭髮的時候 頭皮很傷 洗頭髮的時候很綿 你知道嗎 就是會弄 對 哭起 對 我根本就洗不開 就像有一些球鞋 環保材質 你久了沒穿 它就整個氧化了 它就是我一洗 全部都脆掉 我根本洗不到頭皮 對 因為它就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碰到水會黏在一起 會黏在一起 全部黏在一起 手輕輕一拉 它就頭皮 對 就像棉花糖黏在一起這樣 對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很麻煩 我就後來還是把它 弄成比較深色 大飛也是一個很能駕馭 那種特殊色的 對不對 對 反而好像要顏色 漂一點 它整個人會比較有型 好 那我等一下就去看 等一下立刻漂 立刻漂 好 接著下來就是我們的製作人 他也就是很追他的那個髮色 我幾乎認識他18年到現在 他這五年 對 這幾年有比較在乎了 之前都比較一成不變 然後我很期待的老師幫他弄了 調了一個 對 即將要流行的 你要跟得上的顏色 是 好 我們來看一看 曉筠 我是曉筠 今天來到瑞蘭老師的髮廊 不知道要不要變怎麼樣 今天呢 因為其實今年啊 現在接下來流行很多都是叫 髮技藍 髮技藍 對 從這邊 你看韓團的Jennie 還有Twist很多 她的女團都是你知道 瑞蘭這邊 直展前面兩桌那一個 所以今天其實我是找了 這樣的元素 然後我們綜合一下 覺得大家可能比較 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是我們這邊的挑人 一樣是從臉部周圍開始 只是我們面積不用這麼窄 但我們可以稍微寬一點點 然後我們漸層從髮技這邊 連接到後面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顏色 跟漸層下來看起來 枕頭比較柔和 你也不會覺得說 你的挑軟只有這兩色 好像很突兀這樣 那這樣子的挑軟其實 大家在整理的時候 也可以撐蠻重的 因為上面我們等於沒有瓢 可是瓢不是下面的 所以等一下就來期待一下囉 對 結果這是那個圖位 暗的什麼色 有一點 下面是有一點點奶霜紫的感覺 就是不會這麼沉重 也不會這麼粒的 奶霜紫 對 這種紫 而且這個紫 我之所以幫曉雲調 這種顏色的原因是 因為小雲想留長 所以其實我們髮質上要顧 這樣子的紫一路退下去 都會好看 再來上面 其實我底色是幫它調了一個 比較 它是有點 冷脆棕色 什麼是冷脆棕 其實它裡面我們加了很多 比方說紫 藍 這些顏色主要是能修正我們 皮膚黃 對 它可以提亮 然後剪掉我們皮膚比較偏黃 暗沉的問題 然後再來這樣子的顏色 配上我們今年流行的 有點壯色的那種髮技 整體就會看起來不會這麼的 跳 不會這麼的over 不會看起來好像很突兀的感覺 好 那我們可以請小雲出來 看有沒有秤膚色 對 秤膚色 我覺得這個很低調 鏡頭看得到 對 低調的實力 其實因為像剛剛說的 那個Black Pink 它們其實都是從髮 從邊邊開始走 輪廓染 可是因為其實這邊兩側顏色 如果當你整個全挑的時候 第一個會比較難顧 再來顏色如果這邊你掉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會比較容易 讓膚色會去有點影響到 所以我就往下走一點點 大概是從我們上半年染的 髮圈染有沒有 從耳側開始 然後銜接到後面 所以其實這邊的這樣子 一個煙燻的紙 會看起來這邊比較柔和 也會修飾掉我們 腮幫子這邊的角度 對 然後因為這樣的顏色 當你綁起來的時候 會隨性搭一個功夫頭 才會看得到 對 就會很明顯 再來它會越推越明顯 這樣子的顏色 至少撐個三個月沒有問題 加上你用角色型髮圈 下面也可以撐那麼久嗎 下面也可以撐 而且下面會越推越好看 OK 而且我那天染的時候 然後我應該是我 史上染頭髮做最久的椅子 這個要很久 因為它最難的就是 它這個中間的漸層 對 銜接的 你要讓它沒有斷層 對 所以它要讓它那個漸層 整個順下來 它中間的那個中間色 調了很久這樣 所以那天我做了六個小時 差不多 對 是每一個客人都要這樣嗎 如果要染成小玉這樣 還是你跟小玉話很多 沒有 你一直在聊天 其實我們現在漂頭髮 大家會有一個觀念是 漂頭髮 頭髮一定斷 一定傷 有這種印象 可是其實 對 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做很多修復的一些方式 比方說防護 染前一定要做個保護 染中間要做個什麼樣的結構強熱 然後再做個定側 其實這都可以去延緩 我們頭髮受傷的位置 就是邊染已經在邊修復它 對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 沒關係 我就漂延長就好 難怪要那麼久 然後我們會一直跟他講說 染之前也要什麼頭皮褲 要 頭皮隔離一定要做 都是一些防護 這次染完是覺得整個都很柔順 然後因為是像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比較是整體的顏色 這次這個只有底下 底下為主的這個 我也覺得跟以往枕頭的感覺 都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好適合上班 對 上班就可以 太誇張了 因為感覺真的太誇張了 其實我是想要做一個 是大家很容易可以接受的顏色 對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沒有在管 對啊 這麼就很難找 好可愛 對啊 我之前就是 我那時候 就像剛剛欣美講 我這幾年就是開始瘋狂變髮色 就是因為 我不是很喜歡日本的偶像 我之前喜歡那個偶像 他就是他大學第一頁點的那天 染了一個全銀的頭髮 我就覺得說好叛逆 怎麼染銀頭髮變這麼帥 我就覺得說 我都覺得說 他們都敢做這種嘗試 那我都已經 這時候我也已經30好幾次 幹嘛不做一些嘗試 此時不染 更待何時 所以就先染了一個灰色 然後灰色完就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染了枕頭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用洗的 或者是再去染 顏色都很快 所以換一個粉紅色 然後這個糖果紙 也大概有半年吧 糖果紙 對 因為它那個紙 跟剛剛Lidia那個 有點心痛的紙是不一樣 因為這個紙就是 芭比娃娃的紙 就是很亮的紙 走在路上10個人 20個人都會回頭看 剛剛那小姐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然後還有像前一陣子 還染過這種灰藍色 這個灰藍很好看 對 可是灰藍色 我遇過最難維持的顏色 因為它兩個禮拜就變灰了 對 而且藍比較容易跑綠 好像就是說東方人的頭髮 有圓深色 藍色是很難維持 所以像粉紅色就維持很久 粉紅色就很好洗 可是灰藍色就是最難維持 因為我同事都說 我找你張照片 但我怎麼對你這個髮色 沒什麼印象 因為它兩個禮拜就掉了 真的 就洗什麼它都會變成灰色 所以我之前就有染了一個茶妝 還被我們的秘書 因為我們的秘書 這個部門的秘書 是一個全金髮的一個小女生 他看我染這個顏色 他就說 妳現在怎麼變這麼普通 跟我想像中的妳不一樣 對 我的髮色有期待 那我知道 我要再做一點變化這樣子 明白 這就是今年最時尚亮眼的 漸層新髮色 上層是冷脆中當基底 下層則是選擇了奶霜紫色 不大考照顧 還會越洗越好看 就算花了六個小時 也是超值得的 接著下來老師 你要先搶救誰 先宣寧好了 好不好 你看這邊其實都是斷的 像這樣子如果頭髮本身缺水 又斷裂 我強烈建議大家 一定要先噴一些打底的 比方說 一定要讓頭髮在外面 先有一層好護膜 就是說如果你平常喜歡戴 這種變色片的女生 一定要記得要化底妝 就好像就是有些女生會覺得 我擦口紅可以不用化底妝 其實有些時候 如果你的膚色均勻 不均勻度很高的話 你反而口紅會讓嘴角的顏色 看起來更暗 對 所以第一 底妝一定要上 然後第二 怎麼樣去選擇 我今天的眼睛的顏色 跟眼影的顏色的搭配 兩個原則 一個如果你要讓自己 比較有這種低調的優雅 像跟小雲一樣 你就可以選擇 跟你的鏡片的顏色 呈現銅色調的 莫蘭迪漸層 那它很難 這是什麼 譬如說它是藍 灰對不對 對 藍 灰 其實莫蘭迪色調裡面 就只有灰 所以我只要掌握一個原則 我不要用暖色調的大地色 我用灰色調的大地色 你會看起來 就整個顏色融在一起 就會很協調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 強烈對比 比如說有些女生很喜歡戴綠色 對 如果我在畫綠色眼影 會感覺很像納美人或是什麼 來了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 橘色調的眼影 去做跳出來的對比 就是會有那種叛逆的感覺 而不會是那種 就就就就突兀 今天我要幫萱林做的 我們就是來做這種灰 我們用灰 其實今年有很多的大地色調當中 它會加了一點點灰色進去 你看像這個顏色 它是不是就帶了一點點灰 它就是屬於灰色調 它同一格裡面 它有像銀紫色 帶暖的呢 暖色調的中 你看它同一個 有 哪一個 溫暖 這個很溫暖 比較像咖啡 比較淡 比較淡一點 對 比較咖啡 然後這個你會覺得它有點像 蒸果加牛奶 蚵仔牛奶 蚵仔加牛奶好多 蚵仔 芋頭牛奶 這些鮮果加牛奶 對 芋頭是不是有點灰質 對 芋頭牛奶 然後這個比較像咖啡牛奶 對 冷暖色調 所以我今天會用這個 帶一點點灰色的 冷的那一盤 現在在化眼妝 真的 不用太複雜 真的 拿一個大大的刷子 然後沾色之後 你現在眼影的那個 粉體都做得很好 對 你就只要從 從哪 眼球 靠近眼球 睫毛根部的地方 然後帶一個顏色 就把它向上暈染 這樣很簡單 這是哪一個顏色 就是剛才這個 帶芋頭的 芋頭大地色 這麼簡單嗎 對啊 今年非常簡單 你先做一個單色的暈染 暈染的範圍 雙眼皮越大的女生 範圍越小 然後雙眼皮越小的女生 範圍越大 明白 這樣子你才會有那種 擴大的作用 好 你看我們上眼皮 放好了之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 很自然的漸層而已 有 但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做下眼影 同樣的顏色 從你的黑眼珠的下方 往兩側暈染 對 往兩側暈染 漂亮 中間要比較多 這樣不會很像黑眼圈 對啊 我們這種沒有黑眼圈的 最喜歡畫黑眼圈 那如果已經有黑眼圈了 怎麼辦 所以我說底妝很重要 要先遮好 要先蓋好 你先蓋好再畫 而且其實你在蓋的時候 就不用蓋那麼重 對 大家會覺得 你真的是妝的一部分 但你一定要蓋 你不能不蓋 因為黑眼圈會影響顏色的 附著跟顯色度 明白 好 你看 它這眼睛是不是有一種 迷蒙的 對 厭視的感覺 對 迷蒙的感覺 已經開始產生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運用 亮片 它同一盤裡面 有這種小顆的亮片 我用扁的刷子 上看 我沒有畫過這種顏色 徐瑞芝它都是 它都整個下眼線點滿 整個下眼 淋得大雨都還有下眼線亮亮的 這樣 對 然後點一點在 雙眼皮折的位置 銀灰 對 它眼睛這樣子 它就會有一個很自然的 光澤度 如果說你是屬於 真的很搞怪的 它就是要這麼大片 很大顆 那個 這美術材料很棒 對啊 這不是做卡片用的嗎 是你兩個小孩在玩的東西 老師是用點的 這是用點的 但如果你要這個亮片的話 記得 今年一定要先加底色 再加亮片 白 接著你也可以再大膽一點 找一支眼線筆 我會用藍色 因為它是灰藍色對不對 對 我只加在眼睛中央 有點像內眼線的地方 藍色不會很像 以前阿嬤紋眉 紋眼線 對 退色 退色的顏色 好細節 這種細節就是騙你們男生的 真的 男生都覺得他天生就長這樣 男生只是會覺得 他化完妝跟卸妝會差一點 對 有些時候你可以玩一個東西 就是 如果你的上睫毛本身還夠多的話 不要管上睫毛 因為這一個妝 我們給他有一種迷蒙的感覺 如果你把上睫毛刷得太濃的話 你反而會覺得 好像有點作作 所以他的上睫毛本身條件不錯 我反而不刷 甚至會更迷蒙 更酷 好好看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平衡 我要平衡 是大小眼平衡 不 是你 平衡 均勻 Rain老師接著下來要搶救的是 頭髮非常茂密 是 然後有兩個小孩的媽媽 兩個小孩 可是他有斷裂的情況 對 因為其實斷裂是大家 挑戰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等一下就幫你示範一個是 比較不傷 可是又速度很快 看起來又不成熟的捲髮 比較年輕 對 比較年輕 幼稚 幼稚 對 志氣 真的 我這樣看你側面都是斷的 對 對 我剛剛外面看他是 直接斷一個高層次出來 對 他說這邊應該是有修到這邊 然後結果 你看這邊其實都是斷的 像這樣子 如果頭髮本身很缺水又斷裂 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先噴一些打底的 比方說抗熱 或者是一些可能 讓捲度比較持久的 一定要讓頭髮在外面 先有一層保護膜 我們要用電棒之前要先噴一個 抗熱 對 一定要噴抗熱的 好 今天的分區很簡單 我們就是以後面來說的話 就是上下兩區 然後前面的話 我們也是分 左右 對 左右 可是又分上下 表示眉毛 眉尾以上一區 眉尾以下一區 好 側邊的話 我們就先夾髮尾就好了 髮尾一個外翹 對 輕輕的往下帶 先一個自然的外翹感 好Q 就是滑一下 我很好造型對不對 因為漂過 對 這樣頭髮缺水的時候非常快 尤其大家如果頭髮這麼乾 絕對不要等太久 不要等太久 再等這個就斷了 電棒停在上面的時間 就是帶過 你看我只是滑的時候沒有等 好Q 好Q 好聽話的頭髮 而且我到明天還會這樣 而且像Lydia的頭髮 對 不用噴定型液 對 我都沒有 對 不用噴 因為太爛了 真的 好 我們枕頭的尾巴都先帶過 那你老公會有 覺得你頭髮很爛之類的嗎 不會 他沒有在碰我 沒有 結婚 再問一下他等一下會哭 對 我等一下會哭 就他老公最多信任 我已經打槍了 你兩個夠 兩個兩個夠 再來我們就可以夾上面這一段 眉尾以上的地方 這邊就直接分一大層就可以了 一樣是我們壓頭朝外面 夾一個外翹 往後 往後捲 對 往後捲 然後夾中段的地方就好 對 中段 尾巴剛剛都不帶到 只是說我們放下的時候 稍微把它這樣子轉開 對 讓捲肚往下延伸 好難喔 這很簡單 就是放的時候往外抽而已 練習一下 再示範另外一邊給大家看 先往外 然後我們留一點髮尾對不對 之後直接往下 對 往下轉的抽開 放掉而已 其實都是 對 都只是夾完放掉而已 感覺真的髮質又比較好 對 尤其遇到熱它一定會好很多 然後後面我們就是先分頭頂上面 其實我們等一下底層中段是 中段都沒有捲肚的 都不夾 都不夾 對 第一個讓頭髮休息 再來是這樣子的彎度夾彎 它上下是可以融合的 因為它現在有層次 對 而且現在比較省事 斷成這樣子再去護髮有用 會救得回來嗎 其實這時候護的都是要補助 補足它的結構 讓它強韌 不要斷得更誇張 對 維持而已 維持 因為它一定 其實這樣子頭髮已經基本上 傷害成長 對 它 然後大家如果在選 如果你頭髮本身已經斷裂很嚴重 你溫度就盡量停在150 160左右就好 因為其實你當脆弱的頭髮 它是很容易塑形的 你溫度又太高 很容易像之前國外那個 夾彎放下來 整潔斷掉 整潔斷掉 對 因為我們也都想說 粗硬髮道比較熱 對 就150 都覺得說夾彎天瀏海 都還不捲這樣 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瀏海要爛掉很難 對 因為瀏海長比較快 通常最出的都是髮尾 髮底下 所以底下可以調低一點 對 低一點點 然後瀏海頭頂可以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也不要超過180 對 現在這是 我們先把它稍微剝鬆 等於是上下的讓捲度 先讓它連接一下 對 大家戳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是上下夾 所以你戳的時候 是要上下 就要上下可以融合在一起 對 然後最後我們先稍微剝一下看 這樣好像枕頭都有上捲 對啊 對 因為它中斷的地方 其實我們 其實你只有夾一半 對 一半 其實我們就是要走比較隨性 然後是自然的感覺 可是因為為什麼你看起來 枕頭都有夾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都 第一個打底是夾尾巴 對啊 第二個是夾中斷 對 它不會 你從側面看 後面看 它是不會有斷層的 對 好漂亮 它這裡不會有斷層 對 那接近尾巴的地方 其實今年本來就沒有流行 一定要這麼小捲 所以其實你可以走一個自然 讓它的層次是厚度 剛好在後腦槽的地方 像側面看的頭型 就是這邊是縫的 很好看 而且這種髮質 應該不太需要那種造型品了 對不對 你都不用 我就建議讓它都不要摸 多你可以摸一點點髮油 在尾巴的地方 然後最後像Lidia是 去買單 不是 它是頭型服 這邊比較窄的 對 所以我們單獨操作一下上面 讓頭頂的膨度再加高一點點 這邊對不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是分橫的 電棒放進來 壓頭是朝上 直接我們用頭髮繞住電棒 等一下 然後往內轉個半圈之後 直接放掉 不一定要用玉米夾 對 就不用了 你看不然長高2公分 對 這樣我就170了 這個的重點就是我們要拉90度 對 90度 然後電棒放下來 其實這時候壓頭都不用往下壓 就是你用頭髮抹一下就好 對 然後最後壓的時候放掉 最後再先淋淡 所以壓一開場 我不是說了嗎 髮型很重要 髮型很重要 像接小孩走路都有風 真的 對 因為接小孩走路都很騷 一定要的 小孩變飾品 對 然後最後分線 我們再稍微讓她自然的 就是刷一點點十字Z 這邊就會再更鬆一點點 這時候Lilia如果出門 要勾個後都好看 對 所以讓我露手都好看 在離下課了嗎 好美 跟我整個人又不一樣了 對 而且甚至有時候 她可能要接小孩要幫忙 也可以 那我看 很時尚的媽媽 這頭型超好的 然後後面 因為我們剛剛裝都沒加 怎麼突然間 它不會過捲 它是尾巴有個翹度 有點彎度 然後頭型 剛剛我們最集中捲度的地方 它就很膨 而且髮質變很好 對 髮質會比較有光澤 對 OK 有斷髮問題 上捲前一定要先做好打底 電棒將髮尾做出捲度 撥鬆之後再把頭頂做膨 原本毛亂雜亂的頭髮 瞬間變得自然又俏麗 為什麼不太眼珠了 對不對 因為單眼瓶的女生 通常是屬於戲場的 如果眼尾太多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往上掉 所以我們要把它 往黑眼珠往上 看起來會比較有神 好的 現在凱瑋老師要搶救 是我們的新同學 是 小咪咪眼 小咪眼 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跟妳眼 如果接著慢一點 我會以為說妳在講什麼 小咪咪眼 嚇了我也跳 我也跳 那個我也可以解決 那個老師不是強項 可以 好 我們都說了 雖然說亞洲女生很喜歡美白 但我們覺得不一定要白才會美 雖然大家都在討論 就是說眼睛大大的很可愛 但是眼睛小也有眼睛小的魅力 豆花都喜歡眼睛小的 對 像他們這種的眼型 我跟你講就是RUNWAY最喜歡 真的 看起來很國際 你看 真的 穿什麼都很高層的感覺 而且它是那種 笑真的是很拍 對 它就有笑的時候 其實是那種小眼睛裡面的 甜美女生 你笑就是武功高強的人 所以說說它可以可變性很強 對 它可變性很強 不笑 你看… 笑 好可愛 好可愛喔 中生要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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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 然後你看 過馬路的時候不可以笑 妹妹 對… 看到她說出來 而且其實我都說 每一個女生你在幫自己打扮的時候 我們都說變眉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平衡 平衡 什麼時候的平衡 譬如剪頭髮的時候 其實要講究頭型的平衡 對 化妝也是 你說我要平衡 是大小眼平衡嗎 不 是你五官裡面的平衡 均勻 對 均勻 比如說我的眼睛真的很小 可是我怎麼樣刻意把它畫大嗎 我覺得不見得 反而像她 像玉璇 我覺得她的嘴唇非常性感 對 超美 所以她可以透過不同的妝容 來強化她的嘴唇 然後眼睛只是輔助 平衡她的五官 明白 就好了 比如說不笑的時候 有一點點 不笑的時候酷酷的唇 然後不笑的時候 帶一點性感的唇 好難 好難 維嘟的唇 真的可以 在考驗她嗎 維嘟的唇 來 維嘟 維嘟 你看她翹起來 翹起來的時候很性感 我只是要提一下 就是很多女生 你要去找出自己臉上最美的地方 對 像玉璇今天我不會刻意畫 所謂的大眼妝 OK 而是現在 大家可以參考金高銀 在永遠的君主裡面的樣子 好 來 我要用這個盤 很可愛的橘子蘇打的感覺 感覺每個顏色都想用 對 感覺都可以用 很可愛橘子蘇打 好 單眼皮的女生 以前我們是不是都會 從淺色開始上顏色 然後一個顏色 一個顏色慢慢疊 沒有錯 單眼皮的女生 疊到最深色的時候 眼睛已經髒了 對 而且最深色都疊很上面 不然差不多 所以我現在都教 單眼皮的女生 或者內雙的女生 直接先畫深色 先畫最深色 我們把最深色 一樣從睫毛的根部 而且他們都可以畫很寬 重點先畫出來 先把深色疊上去 會好 先畫一點點 張開 不見了 然後再畫 不見了 他們都會吃眼影 不見了 它其實長得有一點像 泰國模範生的那個 有 很美 對 很像 因為現在的眼影 你會發現像這種深色的 剛看的時候好像是 大地色 咖啡色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往上推的時候 它就變橘色了 有 對 為什麼 我只用一個顏色 而且老師沒有再沾 我沒有再沾 我沒有再沾 我只帶一個顏色 你看這邊的眼神 就跟這一邊有不一樣了 有 顏色其實已經出來了 然後同一個顏色 我再疊加在眼皮的深處 直接這樣子疊 為什麼畫起來越來越紅 因為它其實是咖啡色裡面 藏了這種紅中調的顏色 所以它薄薄推開來的時候 會產生橘紅色 然後留在睫毛根部的時候 它就變成深色 感覺會自動變成 再來就是我會在 黑眼珠的這個位置 把深色再多加一點點 再疊過一次 對 再疊 把它往上再疊 又變咖啡 你看 對 為什麼只帶眼珠的那個位置 因為 單眼瓶的女生 通常是屬於細長的 如果眼尾太多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往上掉 尤其有些單眼瓶女生 會有鳳眼的感覺 她就往上掉 會覺得花木蘭 所以我們要把它往黑眼珠往上 看起來會比較有神 要把它畫圓的感覺 對 比較不會胸 所以我今天不用 黑色的眼影把它畫 因為像我也是小眼睛 小時候我就很著迷於煙燻妝 因為就覺得 用黑色去畫大 對 但現在好像不流行了 要用溫柔的顏色 放大眼神 你看 這樣子的上眼皮 你會覺得你好 疊了很多顏色 對啊 它同一個顏色 其實我就有同一個顏色 這顏色好聰明 對 我只有一個顏色 然後一樣提醒大家 怎麼了 畫一點下眼影 下眼影 紅色嗎 我就用橘色調 這種橘色 另外一個橘色 橘子蘇打 一點點 然後加一點點的眼線 可是它眼線會跑進去 對 所以其實它的眼線只是一個 就是一個保底就對了 對 保底 我通常是把它畫在 靠近睫毛的根部 習慣 慣性動作 對 可是等一下你們看 還是會 還是會有 還是會有差 你看 有眼線是不是還是有差 有 大一倍 有 有 它這樣特寫也滿像金高銀的 對 對不對 它就是金高銀的酷法 那種眼神 對 那我們來試試看睫毛好了 因為老師也沒有畫過它 今天第一次試看 挑戰自己 好像這種 睫毛藏在 刷眼皮折裡面的女生 你在夾睫毛的時候 千萬記得只要夾一段 夾在睫毛最根部的地方 把它夾翹就好了 有啦 人家有睫毛 它是有 有啦 可是它刷完之後 不明顯 不知道 這樣就要考驗這隻睫毛膏 我的功力了 因為它是 先藏前的睫毛膏 打預防真的 壓不起來 不是我的問題 對 是產品的問題 是睫毛膏 這隻睫毛膏很強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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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 好 來 你看 好美 差很多 你看它的尺寸 它另外那邊畫好 那邊可以拍雜誌了 真的 好好看 這樣子畫出來的眼神 是不是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大 對 簡單 真的簡單 厲害 好耶 小眼睛單眼瓶女孩 學起來了嗎 跟著老師的步驟化 原本又小又無實的雙眼 變得亮麗又有神 好像是經過變臉一樣呢 今天老師們介紹的商品 在哪裡買 下載女為我最大APP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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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小 peur 謝謝 您